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三业美食 铁锅从古至今 我们都在一直用 它是一种非常实用的炊制工具 在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 用铁锅炒菜 做出来的菜是非常香的 而且铁锅也非常便宜实惠 一个普通的铁锅 只要三五十块钱 就可以买到了 像这种不粘锅 因为它用的材质是铝合金的材质 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造价会贵一点 平均一个品牌的不粘锅 价格都会在一两百左右 所以说呢 在我们大多数传统的家庭里面 都是以铁锅为主 特别是农村 几乎看不到这种不粘锅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不粘锅 虽然说不粘 但是它没有铁锅这么耐用 同时用铁锅炒菜 它还可以给我们补充这个铁元素 那么说了这么多铁锅的优点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使用铁锅的一些痛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菜时间久了之后 大家会看到铁锅的底部有很多厚厚的油垢 这一层油垢 它可以让我们做菜的时候受热不均匀 同时呢 铁锅用久了之后呢 它会像这样干巴巴的很容易粘锅 那么针对这两个痛点 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小妙招 不管你锅底里面的油垢有多厚 只需撒一把 立马变新锅 同时呢 掌握我们这个开锅方法 铁锅也可以像不粘锅一样 炒菜不粘 我们跟着视频赶紧来看一看吧 首先我们起锅开大火 开大火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下面的这个一层厚厚的这个油垢 把它给烧掉 因为它做菜的时间长了 这一层油垢啊 它是很难去用物理的方式把它刮掉的 这时候呢 大家要开启抽风机啊 因为等下这个油烟会比较大 大家看已经开始冒清烟了 冒清烟呢 就说明这个油垢啊 一直不停的在燃烧 我们一边烧 一边晃动这个锅底 让这个油垢啊 每一块地方都能被尽情的燃烧 哪个地方的油垢后 我们就往哪里烧 全部均匀的烧好 这个烧制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啊 大家要稍微有一点耐心 关火了之后啊 大家不能马上去冲凉水啊 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铁锅股包 特别是生铁锅啊 我这个是熟铁锅 熟铁锅的话也不行 生铁锅去直接这个时候去直接冲水就废掉了啊 我们现在放这个五到八分钟 给它晾凉 在晾凉的过程中啊 我们可以把它翻过这个底面来 大家看到啊 这个油漬啊已经被烧焦了 我们就用这个刀把它刮一下 经过烧制啊 这个锅底就很容易刮出来了 刮这个锅底我们不一定要等这个锅它完全凉透 这个时候只要我们的手啊 不要去碰到这个很烫的锅底就可以了 它有一点温度的时候我们去刮这个 它更加容易刮得干净 大家看一下 这个油膏很厚的 通过前面的步骤啊 这个锅底已经干净到80%的程度了 现在我们只需要往里面撒一把 撒一把什么呢 这个食用小树打 撒上小树打 倒入白米醋 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用钢丝刷给它刷洗 把最后残留的这个油漬给刷洗干净 刷洗干净之后 我们用流水把这个上面的污渍给冲洗干净 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锅底厚厚的油够 是不是看不到了 同样里面撒入小树打 放入白醋 同样给它刷洗一下 这样我们炒菜的时候 就不会吃到那些小树一点了 这样会非常的健康 好了 洗干净了 大家看洗出来这么的污垢 同样用清水把它冲洗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锅里面也干净了 好了 现在我们这个新锅上架 新锅是打二双银套的 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太漂亮了 都被我自己了 现在开始给它开锅 开锅可以让这个锅变成不粘锅 好 现在锅烧干了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的开锅 我们现在把这个锅烧得很烫了 现在转最小火 现在往里面加入一大勺这个食用油 如果家里面有这个大肥肉的话呢 拿大肥肉来涂抹 那效果会更加好 因为动物的油脂毕竟比这个植物油 更加的粘稠 而且吸火能力更加好 我们现在开火 让这个植物油滋润到锅壁的每一处 烧到这样 稍微冒清烟 我们就可以关火了 这样炙锅就完成了 然后把这个植物油给盛出来 好了 炙锅完毕了 等下我们炒菜 就不会粘了 等下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现在我们重新开火 不会粘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铁锅现在都可以滑动了 看到没有 是吧 现在给大家表演一下秦昆大螺蛳 一点都不粘 对吧 是吧 很不会粘的 放心 这个铁锅开锅开好的话非常好用 大家看一下 翻个面也是很滑的 OK了 我们现在把它关火了 觉得OK的 点个赞支持一下 拍摄不容易 好了 大家不要以为说 我们炒个鸡蛋炒完就完事了 还有最重要的最后一步 一定要看完 不看完你会损失很大的用 这个时候我们不用用洗洁进去冲洗这个勾体的 我们就用开清水给它刷洗一下 把表面的杂质给刷洗干净就可以了 就这样刷好了就可以了 因为底部它形成一个油膜 既可以保护铁锅不生效 既可以保护铁锅不生效 而且炒出了菜 它不粘锅 不粘锅有一层涂层 我们这个铁锅也需要一层涂层 现在开火把表面的水分稍微烘烤烘干 这个视频就算完美结束了 大家用完铁锅 最好每一次都要把表面的水分给烘干或者烧干 铁锅尽量不要用来煮汤 煮汤的话 这层保护膜就会被破坏的带劲了 OK烧干了 它出现芝辣芝辣的分享 OK大家看一下非常光亮的 不管你炒鸡蛋炒肉丝 这个都不会粘锅了 我向你保证 好了 喜欢的点赞收藏 转发分享 谢谢